这件事情你办好之后 接下来我还会给你安排许多的工作 现在把你的银行卡号告诉我一下 你之前一年的工资是多少 一年下来差不多有八万多 尊敬的丁薇薇女士您好 您的银行账号收到了二十万元汇款 余额为二十三万三千五百元 这是你未来一年的工资 我全部提前预制给你 只要你工作做得好 我会考虑给你发年终奖的 对了你有车吗 没 我给你配一辆一百万以内的车型 你自己挑一款喜欢的 方便我找你的时候 你随叫随到 哪有你这样的 这也太阔绰了吧 家里是有矿啊 西西这也太爽了吧 多出来的 你自己买一些像样的衣服 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我一会给你推荐一些日常的穿戴品牌 看你也不是什么有品位的女人 你就不能把最后一句给去掉吗 丑小子 你还真有种啊 橘子没泡 你现在给老子口头道歉 我或许会让他们下售请殿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要干什么 打人可是犯法的 丑绿子 你给我比罪 姚不赞恋力一气大 你就叫了这么几个人过来 桃子 听到了没 人家翘不赏 你们熊比鸡狗 真是癩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你把这咖啡给我喝了 再给周总跪下磕头道歉 你今天或许还能站着走出去 否则的话 丁薇薇 咋你不思太举 桃子 一会把整绿的链给我刮花了 周总 刮花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丁薇薇 作为你曾经的上级 我好心劝你一句 现在回头还不晚 我呸 死了这条心吧 妈的 桃子 懂搜吧 慢着 别着急动手 要不然 我怕你一会后悔 后悔 我为什么要后悔 认识卫金龙吗 我当然认识 那是我老大 你别告诉我说 你认识我们老大 江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吗 你手下有个叫桃子的吗 桃子 六子 咱们手下有个叫桃子的吗 有的 就是我手底一下的 怎么了 他惹到江先生了 江先生 是有个叫桃子的 他是六子手底下的 他人就在我对面 拿着把刀对着我呢 江先生 我这里让六子打电话给他 六哥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是是是 好的 江先生 实在是抱歉 小的我也是不知情 正所谓不知者无罪嘛 还请您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 桃子 你得死干嘛了 我叫你来死 把那个养猪的拖出去 好好教训一下 别影响人家咖啡厅做生意 没问题 江先生 特么愣着干嘛呢 没听到江先生的话吗 把他们两个都拖出去 给我狠狠地打 慢着 他就叫你打这个养猪的 你打我干嘛 不关我的事啊 因为老子乐意 我们走吧 这是什么情况 仅仅一个电话 就扭转了局势 我这老板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啊 回去多陪备你的猪吧 可能过几天 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老板 怎么了 西西 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江十三 赶紧回去 做我交代给你的工作 明天我要检查 江总 你给我这么多钱 难道就不怕我拿钱跑了吗 你要是这么目光短浅 连这么点钱的诱惑都抵挡不住 那我就当是打发要饭的了 况且 以我的能力 想要找一个人 就算他逃到了天涯海角 我也能把他找出来 他怎么这么优秀 太帅了吧 姐 对不住啊 刚刚没有吓到你妈 刚刚还凶神恶煞的人 转眼间像哈巴狗一样讨好我 还有那两个混蛋 被打得像条死狗一样 西西 今晚我得回去 喝点庆祝庆祝 没关系 我问你 你认识我老板吗 你老板 你是说刚刚那位先生吗 对呀 我不认识 我要是认识那位先生 哪还敢找他麻烦 姐拜托你 和你老板说说 让他在龙哥面前 千万要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六哥说了 事情要是办得不满意 我得挨一顿旋风腿 行 这是姐替你办了 老板 您来了 西西 快夸我 快夸我 衣服还不错 稍微一打扮 看起来还像是个上市公司 总裁的秘书 门口那辆保时捷 是你的 老娘我打扮了几个小时 这就夸完了 是的 保时捷花了85万 我没敢买太便宜的 担心给老板您丢了脸面 我让你做的工作呢 哦 我都做好了 你干什么 往我身上凑什么 不嫌疾吗 我是想给您好好介绍一下 不用 我自己会看 坐下说吧 你这做的什么东西 老板 您给的时间太短了 一天时间 我根本来不及搜集更多资料 不要找借口 我跟你说过 我只看结果 你自己调查不过来 难道不会雇人帮你做吗 你搜集不了更多资料 难道不会找人打听吗 好好看看 这是我做的收购计划 详细的内容和步骤都在里面 以后你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 老板 您这是一天做出来的 我的这份收购计划 也不是很详细 你按照我调查的这些 一一去核实 给你三天时间 等核实清楚之后 再做一份对照收购计划 三天之后 你分别前往这些网站的公司 去谈收购 务必全部收购成功 鉴于你也没什么经验 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老板 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根据您统计的这份收购计划 至少需要调动将近十亿的资金 我从来没有做过收购这种事情 更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钱的问题你不用考虑 我刚刚不是告诉你 如果自己做不了的事情 那就去雇人做 你难道不知道猎头吗 猎头上找一些精英人才 你如果连知人善用都做不到 那你就对不起 我给你提供的这份工作 昨天 我还只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 如今就要操盘将近十亿的收购计划 这压力比山还大 不过这是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啊 好的 老板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努力做好这份工作的 嗯 我期待你的表现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等你的好消息 姐夫 你怎么在这儿 她是谁 你凶我干嘛 你就算不凶我 我也不敢乱说话啊 她是我的一位客户 事情刚刚谈完 准备走了 你们就来了 娇娇 你怎么会和赵宇在一块 呵呵 十三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娇娇已经原谅了我 我和娇娇正在重新交往 是这样吗 赵宇 你把钱我们家的八百万都还了吗 妈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竟给我添堵 这关你什么事 欠的钱是给叔叔 阿姨他们 又不会给你一毛钱 娇娇 作为姐夫 我有义务提醒你一句 好马不吃回头草 好女 不嫁无得难 十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和娇娇是真心相爱的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我怎么看她 不像是你客户 你们俩真的是在谈生意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别为了转移话题 就在这乱说话 怎么 医院没住够 还想再回去住住 娇娇 姐夫该说的也说了 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 丁总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您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咱们改天再谈 你看可以吗 怎么转眼间 我成了丁总了 老板 这工作还要帮你演戏的 我太难了吧 行 那我先走了 我送你 老公 我们今晚不回家 小雅约了我一起吃饭 她男朋友也去 咱们一块吧 她和吴光还在一起呢 哎 是啊 我也不好说太多 老婆 我今天和客户谈生意的时候 遇到了娇娇和赵宇 他们俩好像重新交往了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啊 娇娇她到底怎么想的呀 哎 随她吧 咱们又不能左右什么 我这几天太忙了 三期投标已经结束了 被我们公司用45亿拿下 圆上天成项目 马上正式动工 筹备工作 有很多事情要做 嗯 今天遇见我说了她一顿 不过我观察到 娇娇和赵宇在一块 不像以前那样开心 算了 不说她了 老婆你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走吧 咱们去吃饭吧 十三 好久不见了 还好吗 很好 我可不太好 你之前跟沙白亚顿公司 签的广告合同 根本就是个坑 害得我要赔偿 沙白亚顿公司200万违约金 哈哈 当初埋在合同里的一个炸弹 如今终于炸了 吴光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关十三什么事 他不是早就被你辞退了吗 十三当初代表我们公司 去谈广告合同 合同条款里有一条规定 如果我们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拿出令沙白亚顿公司 满意的广告设计 将视为违约 要赔偿双倍违约金 这个合同是十三 与沙白亚顿公司签的 你说关不关他的事情 妈的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吃老本 要不是我爸资助 公司早特么倒闭了 如今还要倒赔对方200万 签约总是你签的字 盖的章吧 你为什么不仔细看一遍合同 还有 是你们公司自己广告设计做得不好 无法令他们满意 所以才违约 当初你收到沙白亚顿公司 打来的100万广告费 也没说分我一毛钱啊 还在饭桌上说 是你感动了 赵雅经理 把功劳拒位己有 过合拆桥的事 你怎么不说 现在出事了 却要推到我身上 你还要脸吗 十三 当时合同是你谈的 你怎么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无光他当时辞退你 还不是因为你经常迟到 上班不用心 李小雅 麻烦你 带了脑子再说话 不清楚情况 就别下BB 就迟到一次 算是经常迟到 上班几天就拿下了沙白亚顿 这么难啃的骨头 这叫上班不用心 我被辞退的理由 无光他自己心里清楚 用不着我说明白吧 无光你说呢 老婆 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吃吧 这顿饭太贵了 我怕吃不起 小秋 你别走呀 无光没别的意思 他就是发发牢骚 抱怨几句而已 再说无光又没说 让十三赔钱 他倒是想让我赔 可是这是跟我压根就没关系 要是他觉得应该让我赔 没问题 去法院起诉我好了 法院只要判了 我就赔 十三 我替无光向你道歉 这事咱都别提了 给我个面子 都坐下吧 小秋 咱们都好久没聚了 你可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那多不好啊 哎 老公 小雅都道歉了 你也消消气 咱坐下吧 经过短暂的尴尬之后 小秋 自从你离开销售中心后 我都感觉那里冷清了许多 一点意思都没有 真怀念于你以前在一块的日子 最近一直在盲云上 天成项目开工的筹备工作 所以没顾得上联系你 小秋 要不你把我调到你的项目组去吧 这样以后咱们俩 就可以天天见面了 原来这才是这顿饭局的目的 这 我没有直接调动人士的权利 我们项目组里的人 都是韩总亲自挑选的 哎呀 小秋 你就试试嘛 韩总那么信任你 你跟他提一下 他肯定会答应的 就让我给你做个小跟班就行 小雅 你可想清楚了 那里可比不上销售中心 整天难免风吹日晒的 再就是工资也不高 去了之后 少不了要吃苦的 没关系 吃点苦不算什么 我有预感 你干完这个项目 以后会一路高升 我跟着你肯定没错 那好吧 我找韩总说一声 他能不能同意 这我无法保证 只能试一试 一定会答应的 来 咱姐妹俩喝一杯 老婆 这李小雅要调到你身边去工作 你可不能对她太放纵 要把她跟其他同事一事同仁 免得别人说你 嗯 我知道 这件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对了 老公 再过两天 市里要举办云上天成项目动工仪式 到时候会有庆祝宴会 会有很多高层领导到场 你陪我一起去吧 你不说我也要去啊 我老婆这么漂亮 我得去盯着 开车吧 回家 老板 我已经找到了几个高端人才 关于薪酬这一块 怎么来解决 我又给对方安排什么职位呢 你都招聘了什么人才 有一位关于收购和版权方面的专业律师 还有一位拥有企业管理经验的高层经理人 最后还有一位拥有多年商务经验的秘书 不错嘛 还知道给自己找了个秘书 你让他们待会都将简历发到我的邮箱 我审核之后 会给他们发送入职申请 确定薪酬待遇 确定了几人履历干净 有办事能力 然后直接就以凤凰投资公司的名义 给他们发放了入职邀请 之后 通过邮件信息 与他们交流了一些收购谈判的事情 让他们尽快帮助丁薇薇 把这件事情做好 接下来 可以一步步实行我的计划了 江少 明天的动工庆祝宴会 我打算在龙江酒店办 这样一来能为龙江酒店提升知名度 二来就是钱没有乱花 只是从左口袋进了右口袋 老韩 你现在事情办得太特么周到了 就按你说的办 要想马屁拍得好 睡前想想不能少 咦 这句不错 下次上课送给老高 老公 看到了没 我现在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 以前那些我高攀不起的人物 现在他们都来跟我打招呼 老婆 你还年轻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以后一定会比他们地位更高 这我可不敢想 先踏实的 把眼前工作做好就行 小秋 看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 挺好的 对了 郭海 关于你们承接的那部分工程 尽快完成拆迁 千万别耽误工程进度 哎呀 小秋 你还对我们家郭海 不放心吗 我们俩已经领证了 这几天就把婚宴给办了 以后他就是你姐夫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一定会把事情 给你办得漂亮亮 表姐 你们俩不是要先订婚吗 怎么直接就办婚宴了 这周敏和我那丈母娘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这只担心郭海发达了 就会有二心 甩了他女儿啊 我跟我妈商量 觉得订婚和结婚一起办了 勉勉的多一次麻烦 同时也能给你们 省下一次份子钱 徐经理 李总 你好 徐经理 我好几次想请你吃饭 你都不爽光 这次我特意过来打个照面 李总 主要是工作太忙了 等有空了 我请您吃饭 好 这话我记住了 徐经理 你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身边这几位朋友吗 李总 这位是我老公江十三 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老公 李总他是云州最大的建材经营方 我们公司与李总这次有合作 李总好 李总你好 我叫郭海 光耀建工的总经理 之前在房管局做过科长 哪冒出来的这么个玩意 什么光耀建工 什么房管局科长 压根就没听说过郭海这个名字 李总 我叫姚娜 我是徐经理的表姐 郭海是我老公 我们都是一家人 徐经理 原来这是您的亲戚啊 呵呵 真是年轻有为啊 李总 以后咱们可以多多合作 希望你多多关照 好 没问题 徐经理 你们先聊 我去跟别的朋友打声招呼 表姐 你们不要当着外人的面提 咱们亲戚关系 这样容易引人误会 什么好误会的 我们不就是亲戚吗 你是不是怕我们沾你的光耀 我不是这个意思 徐经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几位领导 这些都是咱们工作上 要经常接触的一些领导 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他们 希望各位领导以后多多关照 呵呵 徐经理客气了 各位领导好 我叫郭海 是光耀建工的总经理 曾经在房管局当过科长 我还是徐经理的表姐夫 光耀建工 我记得这个公司的老总不是叫周大成吗 公司一直经营地不怎么样 之前接过一个工程 出现了不小的安全质量问题 还有两名工人意外身亡 被勒令停业整改了好长一段时间 光耀建工已经被我们给收购了 现在的法人是我 我们保证不会再犯周大成那样的错误 这次云上天成项目 肯定会办得妥妥当当 老高他在房管局做过科长 应该是你的老部下呀 我的确认识他 前段时间 郭海因为一些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 已经被辞退了 老高这个愣头青 进阶课白上 这都说了是徐经理亲戚 当这么多领导面揭破 会影响各位领导对徐经理的看法的 呵呵 年轻人嘛 难免会犯点错误 只要知错能改 奋发上进 就该是好青年嘛 各位领导 我好像看到天元集团的吴总来了 咱们一起过去见见 我呸 什么生活作风问题 小秋 你可别听那姓高的胡咧咧 郭海就是收了点礼品 你说说看 这姓高的 就没收过别人送的东西吗 没想到 郭海是因为这种事情被辞退的 让我跟着一起 在领导们面前丢了脸面 哎呀 老婆 我肚子有点不太舒服 你陪我去一趟洗手间吧 老公 你不是肚子不舒服吗 怎么停下来了 我肚子没事 刚刚是故意那么说的 我是带你出来吐吐气 别被郭海和姚娜两个人当枪使 他们俩就是想见你的名声 给自己张脸 是啊 刚刚不就给我带沟里了 之前我向韩总推荐郭海的公司 韩总一口答应下来 他并不知晓我和郭海的关系 但是今晚被郭海和姚娜给挑破了 我看韩总的脸色有点不太好看 这郭海又是因为收受礼品被辞退的 万一我们韩总觉得 我有意隐瞒他 再撤了我这个总负责人 那我可怎么办 不会的 韩总他是个是非分明的人 肯定不会把你和郭海混为一谈的 再说 如今项目已经动工 临阵换将 这可是大计 你只要在以后的工作上认真做事 努力证明自己就好 哎 希望如此吧 老公 既然你肚子没事 那我们回去吧 过一会再进去 不着急 小秋 张涵 你怎么在这里 张涵 这就是秋秋学校期间那的初恋 切也不怎么样吗 连我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当年 你不是出国了吗 怎么回来了 小秋这些年我一直放不下 自我介绍下 我叫江十三 是你口中这个小秋的老公 啊 你结婚了 嗯 张涵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我和我的老公很恩爱 所以就不要说些不合适的话了 呵呵 江先生 不知你在哪里高救啊 我在广告公司上班 你呢 切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呢 比人不才 海归回来 现任天元集团工程管理部经理 建筑设计部高级顾问 恭喜你啊 这么好的职位 职位嘛 只是个称呼而已 我可是听说了 你现在可是云上天城二七三七的总负责人 而我现在负责一期工程 希希 咱俩以后还是可以经常见面的 妈的 当着我的面说一些暧昧不清的话 我看你小子是欠收拾 张涵 你说什么呢 当年你选择了出国 如今你回来说 这些又算什么 我希望你清楚 我现在很幸福 希望你能自重 也能尊重我和我的老公 是是是 我不该说这些 怎么还生气了呢 我没别的意思 我给你们道歉 这两个苍蝇又盯过来了 小秋 这位是谁呀 你们好 我叫张涵 是小秋的大学同学 从英格兰留学回来 目前在天元集团上班 特意来和小秋打声招呼 哎呀 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呢 不知道你在天元集团 是什么职位呀 我叫郭海 是小秋的姐夫 光要见工的总经理 幸会幸会 姐夫好 以后有空 咱们可以多联系 没问题 妈的 今晚总算有个 对我热情的人了 你们聊吧 我还有点事情 就先走了 老公 我没这么小心眼 你不用解释 再说了 你刚刚说的话 我这心里啊 现在都暖着呢 徐经理 韩总让我过来喊你 他想给你介绍一些人认识 快去吧 你不会觉得 自己与这种场合格格不入吗 怎么 你在别人面前 那副谈媚模样 觉得自己很高级吗 像这种高端宴会 你怕是靠着小秋的身份 才能进来的吧 靠着自己老婆 不觉得丢人吗 羡慕吧 哎呀 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老婆呀 小秋她如今 在大华地产集团 身手重用 以后前途无量 而你呢 你对她没有任何的帮助 只能拖她的后腿 你根本就配不上她 你不会想告诉我 你配得上小秋吧 没错 只有我配得上她 我和她在大学的时候 本就是一对 江十三 许多话当着小秋的面 我不方便说 可是现在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要跟你宣战 我要把小秋从你身边抢回来 她是属于我的 宣战 就凭你 你配吗 你说我不配 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爸 大姨 你们怎么也来这里了 你忘了吗 我可是入股了郭海的公司 她让我做现场经理 我当然要在这里监督施工了 我是过来勘查勘查地形 看看在哪开的小麦不合适 这个工程这么大 工人有上千人 哪怕他们每天买我一瓶水 我最少都能挣个一两千块 十三 怎么还在这 难道不用去上班吗 哎呀 十三 我看你那广告公司的工作 也不怎么样 要不然你辞职 来我们家郭海公司干吧 大姨 你说笑了 我不懂建筑施工 还是不给郭海添麻烦了 老婆既然没什么事 那我先去上班了 开什么玩笑 让我给郭海打工 我每天咖啡厅坐一坐 车里躺一躺 就吃利息 都每天好几万 老板 这些收购了的七家网络小说网站 网站所有书籍的版权都买断了 一些畅销书 作者都留下 并且签了长约 还有三家网络小说网站呢 老板 另外三家他们背后 都各有神仙 排名一二的 被南极鹅公司给收购了 排名第四的 被阿里妈妈公司收购了 这两家公司都是华夏商界的巨头 要是拼钱的话 咱们不如他们 以我手头上这几十亿 还真都不顾他们 七家就七家吧 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安排专人 将这七家网站的畅销书版权都统计一下 准备进一步的开发这些 IP的价值 电影 电视剧 动漫 游戏 语音小说都要开发 老板 我们刚刚花了将近十亿收购这些网站 现在又要往里面砸钱吗 会不会太着急了 按照我吩咐的去做 我不缺钱 去人手就去给我挖人招聘 对了 我这些天统计了一些直播平台 你去把我列出来的几家收购了 成立一家娱乐文化公司 将一些网红主播都签下来 老板 我才刚刚回来 这些天忙的都没睡个好觉 你就又要把我派出去 那你究竟要不要去 不去的话 我可以换人 我这就去 老板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 你上面是不是也有老板 你觉得呢 我觉得 能有您这样的老板 真是我的荣幸 拜拜 这一百万是给你的奖金 对于为我创造价值的人 我绝不会亏待 至于你要不要分给帮你办事的人 由你自己决定 希希 原来老板是傲娇类型的霸道总裁 谢谢老板 收购了七家小说网站 算是让我构想的文化产业有了基础 电商 快递 外卖这些行业 我只能投资来分一杯羹了 手头上这几十亿 根本不够收购 老公 你现在忙吗 不忙 怎么了 郭海他们公司拆迁过程中出了问题 有人被砸伤住院了 对方报了警 我爸被警察给抓走了 我想让你陪我去一趟医院 你别着急 我现在过去接你 咱们见面再说